郭新兵南港串起六甲的业者 刷民中因为十多年前 来买六両的人携赏他两份鹿角绝一刮 开始他不一样是鹿角的生涯 刷民中为观传无了解鹿角绝到现在 搭造专属的温室来栽培鹿角绝 不然所谓的专属压力还可以装作上级 鹿角绝它有18种云生种 它出来的样貌每一种不一样 这个是爪哇 这个就是象额 你看它的形状出来像大象的耳朵 一讲到鹿角绝刷民中一讲就讲不完 每一种就像布袋的样子 我自己本身养鹿已经快五十年了 第二代了 然后大概在十二年前有一个客户 他手拿了两盘植物 他跟我说蔡医生这个是鹿角绝 我当时就觉得怎么看起来就跟我们鹿角形状一样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对鹿角绝 有很深的印象 本身是鹿龙的第二代 以外接受鹿角绝之后 开始似不一样的鹿角 鹿角绝它的多样性这么的迷人 然后它从侧牙到咬成猪 到成猪之后它的每个阶段 它的变化性不一样 当我工作很累的时候 我就看一下我的植物 然后它因为它会在长小宝宝 然后它会生生不息 所以说我就用我对待动物的方式 管理方式去用心对待我的植物 目前刷并将的文学里面 鹿角绝有四百多长 总共有十八个品种 现在刚刚起来的时间以外 刷并将都在文学里面照顾应 这几年台湾对鹿角绝的养殖的风气 非常的好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已经养七八年以上了 然后有一点小小的成果 跟同校之间我们会互相的交流 甚至于买卖 我的职务也卖到泰国 也卖到日本 这些收入就像我当初想说 可以做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投资 所以说我把这个也当作 我另外的斜钢人生 郭宣兄是六庄主要的三地 南港传长表示 由现在开始到六月 都是六庄的采集期 欢迎大家来买六庄 当时也可以参观路角绝 既然欢迎看插风报道